那第一步的话 请你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一样的来改好了 那复制很简单 拖拉加Ctrl键 有没有Ctrl键按住 然后再拖拉到右边放开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呢 就会多出一个一样的一个工作表 我其实我练习的时候很习惯这样 拖拉加Ctrl键放开 那旧的还保留 在左边 那右边就是你要练习 请你把刚刚的这个地方把它删除掉 如果我希望 不要用那个储存格坐标 我希望改成Ctrl跟Row两个函数 那最后得到的结果 一样可以是 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会有钱的符号 所以刚刚同学好像一直 只要遇到钱的符号 就会转过来 那没关系 你用Ctrl跟Row一样可以 那只是怎么做 当然清掉资料之后 第二个问题 它背后那个格式 特别注意一下 格式没办法Delete 除非你要怎么Delete 很简单 你要到设定格式的条件里面 清除规则 才有办法清掉 因为它是一个规则 它不是里面的字哦 所以你一定清不掉 那你要清掉的话 记得还是要到设定格式法条件里面 这个地方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这样才会清掉 因为之前的同学蛮多遇到同样的问题 清不掉就麻烦了 清掉记得要在那边清 你其他地方都清不掉 OK 那Ctrl跟Row的话呢 它的规则 其实倒也蛮简单 你插入函数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 它放在的 类别是在 应该是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这里 然后会有一个叫Column 不是Column时 Column 按确定 然后如果你reference里面保持空的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插入 那个Column这个函数 然后里面没有带任何的参数的话 它得到的会是2 你想说2 像又拉 怎么是3456789 那顾名思义 如果你直接插入一个Column函数的话 它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储存格 是在第几栏的意思 有没有 没错吧 B栏 只是说它的栏是数字 不是上面的那个BCDE 它是数字第几栏的意思 那你说老师呢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跟上面一样的话 那很简单 怎么做 把上面做一个计算就好了 因为它是234567 那1开头很简单 不是把它剪掉多少 因为它2开始 把它剪1比较好 有没有 Column目前所在的栏的位置 剪掉1 打个勾 向右拉 那不就是123456789 刚好我们要的 第一个 那你说 如果Column OK之后 那Raw怎么办 我们在旁边这里 K这里好了 那如果你要产生 类似像这边的123456789的话 那其实如果假设不用坐标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插入函数 一样是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话你找到一个Raw就可以了 Raw Raw按确定 然后里面一样 Reference不要给任何参数按确定 它会是4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得到什么 4 5 6 7 8 那什么意思 因为它在哪一列吗 OK 如果你假设要跟A4一样的结果的话 那怎么做 -3不就1开始 向下填满 有没有 123456789 那如果我要把它放到这里面来的话 那怎么做 很简单 就是 我可以怎么样 Raw-1 and 一个乘号 乘号我们也许用小写的X好了 那这个 那and and and怎么 再来的话 1乘 刚刚我们不是有产生1到9 Raw 所以我用打 Raw 小刮糊 小刮糊之后的话呢 再减多少 减3就好了 OK 其实你可以先打勾看看 可以有吗 1乘1 那向下填满看看 那你说老师那我没有锁耶 不用锁 Karen跟Raw是相对位置 不用加钱的符号 那还没结束 所以后面怎么把它 在and什么呢 and 等号 然后相成结果 相成我用前面这两个相成把它拿来修改比较快 复制前面的公式 然后加一个and 把它贴上 然后直接把这个and and这个 乘号 改成直接相成的成绩 所以把它改成乘号就好了 改成一个星号 就是等于两个相成的成绩 帮我放在后面 好 打勾 1乘1等于5 为什么等于5 为什么等于5呢 因为有没有 这个剪 这个尘 所以它一定是先尘 再剪 所以怎么办呢 把它做刮糊 这个要先剪完之后再尘 所以这个先怎么样 剪完之后 然后呢 肉剪3 一样要刮糊 因为如果没有刮糊 它会变成说 它会先遇到尘 它就先做尘 而不会先做剪的 OK 打勾 这样就成功了 最后的话呢 把它向下填满 再向右填满 对不对 应该也就没问题 应该也就对了 那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边 完全不需要钱的符号 有没有发现 那当然啦 如果你假设对于那个钱的符号 一直有了解障碍的话 或许开了跟肉也是个解套方法 可是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永远不可能跳过的 我觉得 因为你只要有储存隔 因为你是有最基本的储存隔 你不可能说 拿别的 这个地方或许可以用开了跟肉解套 但是其他地方不见得可以 你还是会遇到 所以其实我建议 如果 实在是 对以前的符号了解 有点 可能还是多多练习 多多了解 用理解的 你如果真的理解的话 那很多地方 其实 当然自然而然就 比较不容易出错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开人跟肉 最后得到的这个公式 就这一串 理论上我也有把它放在 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108 这边其实也有一模一样的公式 其实最后 可能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应该就是说 层 左边右边一定要先刮弧 因为你如果没有刮弧 它变成说它会先层再减 所以就会造成结果的错误 OK 那请各位 这个最后试试看 这个是最后呢 有关108题的 99乘法表 假如说你对于 那个加钱的符号 这个部分 觉得有点障碍 其实或许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那其实 在很多地方上面 也是类似的 如果你假设不想用 钱的符号指向某一个 你其实也可以用Colon跟Row指向 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其实也 同样的道理 OK 所以 方法很多 也就是说 当然你在做工作的时候 其实 Excel它能用的方法 其实还蛮多种的 也就是说 没有所谓的 只能有一个答案 也就是他 完成一件事情 能做的方法非常多 那只是说哪一个方法 比较适合你 比较不会做错 那个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你可能要找出一个方法 你在学习Excel的时候 是最轻松切语的 也就是说最直觉 完全不用背 你要背 那表示那个方法 不是很好的方法 像我都会尽量多踹几种方法 最后有一个方法 完全我都不用背 我就会的话 那我就会记那个方法 所以很多东西 我在使用工具的时候 总会有我一套自己的了解逻辑 因为每个人的逻辑 左脑跟右脑 发达程度完全不同 男生跟女生也不一样 我发现了解事情的方法 也不一样 所以学习东西的方法 可能也不太一样 可能要找出一个方法 对你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OK 好 试试看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刚刚好 而且你们刚好 也要下班了是不是 好 那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都尽量精确 剩下一分钟 所以 应该一分钟可以吧 差不多了 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问一下问题 然后时间刚好凑一下 看完笑了 那我一样有把影片录下来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一些细节 可能会怕一下我做太快 那你回去可以在到云端上面 我会把影片放在那个下方 你们自己在做复习的动作 如果还有问题 没关系看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 我会随时回答 OK 好 时间 OK 好 谢谢大家 OK 好 那时间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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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